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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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 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你们有什么量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并且要多给你们 因为有的还要给他 没有的 点他所有的也要夺取 那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当中 是穿插在三种比喻之后 在其他的神国比喻之前 那耶稣喜欢用当时百姓所熟悉的日常的生活相关的例子 或者故事来说明真理 这就是使用比喻了 那耶稣所用的比喻 有时候非常奇妙 不但容易了解 也能解释很深的将来的神国度的真理 当时耶稣的门徒好奇问他 为什么喜欢用比喻 那耶稣对这个问题的初次的回答是 十章二十一节 不是二十一节 而是十一节到十二节 耶稣对他们说 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若是对外人讲 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是看见 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 却不明白 恐怕他们回转过来 就得赦免 那对旧与圣经比较熟悉的话 我们知道这段经文 耶稣实际上是引用了 以色亚书的六章十一节的经文 那照字面来看 耶稣似乎有意让人 没有回转的机会 才刻意用比喻 我要把真理隐藏起来 真的是这样吗 耶稣真有这样的用意吗 神不是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仪人吗 而我们的主耶稣一生都是照神的心意行事 因此他不可能 只允许某些人得救 去禁止某种人不能得救 更何况耶稣屡次的强调 由而可听的就应当听 今天二十三节 它对方也说到这一点 可见他非常渴望 人人都能够听见真理 明白真理 而且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 比喻是来说明真理的 所以在这里 耶稣就用了另一个比喻 来说明他使用比喻的目的 就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马克福音的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 人拿灯来起 是要放在斗底下 床底下 不放在灯台上 那这个比喻与马太福音 就是五章十五到十六节的经文 那个比喻是不同的 那你比喻门徒的生命 要像光一样照在人前 见证荣耀神 而这里的灯是比喻主的道 主耶稣所讲的真理就是光 因为隐藏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显出来的 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 所以主耶稣使用比喻教导人 不是为了把真理向外人隐藏起来 乃是为了启示 让人容易明白神国的福音 真理的光怎么会放在斗底下呢 耶稣其实故意让人不明白真理 可是问题是该如何显露呢 接下的经文 耶稣对此做了说明 他说 又说 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 你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并且要多给你们 因为有的还要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 那这个比喻 与马太福音七章二节那地方 要讲的那个比喻是不一样的 那地方是讲到论断 不要论断人 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 却不看见自己眼中的动良 那比喻本来是来说明真理 同样一个比喻 不同的心态的人听呢 会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你怎样对待比喻 就得了什么样的领受 那耶稣的比喻隐藏着真理 在那些心里不在乎真理的人 听的时候就摸不着头脑 两手空空的走了 反之如果听者的心被吸引 他会追寻当中的意义 那么隐藏了就会最终显露出来 因为隐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 隐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 隐藏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 这就是真理显露的方式 只对有心人展开 有找寻真理的心 这人就能有所得着 没有寻求真理的心 就什么也看不见 当然从神的绝对主前来说 寻求真理的心 也是神所预备的 那两周前的 那个苏展姊妹的 音乐见证会 布道会 那我的一个邻居 他刚刚到美国来 参访自己的女儿 我们和他上一部时候 就散步的时候 和他聊天 有时候和他打招呼 那他上那次聚会 他是音乐布道会 他是生平第一次来教会 那进到教会门口的时候 就被教会门口那个陈府 欢迎回家 吸引了大大的照相 那苏展姊妹呼召的时候 感谢主 他也站起来了 他昨天也来到我们主持 参加敬拜 而且他非常渴望 一直在跟我提醒 一定要去接他 因为我走得早 就找了我们邻居 身上之底中去接他 而且昨天又碰到他 他说 要把我们教会建议到国内教会 我跟他讲 这样不行的 那议会的时候 另一位坐在我边上的一位 来自重庆的老先生 他也是第一次来教会 而且非常喜欢拉尔府 他说他也可以拉赛 但是他在那个报道会中 完全坐不住 我估计他 因为他很大的烟影 所以他坐一会儿 他就出去了 中途就离开了 所以人带着什么良气 来到耶稣面前 耶稣必用什么良气 量给他 人的态度 决定了他在真理上的收获 人若不能 不是因为 耶稣用比喻来隐藏了真理 而是因为人的态度 耶稣的话 也是对我们这些 已经信主的人的一个提醒 或者说也是警告吧 耶稣告诫 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准备 让他们准备将来把现在暂时隐藏 他们把所学的道传给别人越多 将来赐给他们的更多 这就是神的心意 也是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 如果我们不是那样可恶真理 也不是那样想遇见耶稣 而是把主当作可有可恶的话 那么真理为什么要向你我来显露呢 所以不应该说 为什么独今没有亮光 为什么神好像离我很远 而要反思的是我们的心态 我真爱耶稣嘛 真的渴慕他的话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的话提醒我们 愿意带什么样的良气 到耶稣面前来呢 这个比喻实际上 对信主的神的儿女提醒是 当我们把所领袖的神国的奥秘 传讲给更多的人 神也必让我们明白 神国的更多的奥秘 当我们把神国的福音传得越多 领会的也越多 福音也来更新改变我们 那不传福音的 也原来所有的也要被夺去 这是圣经的应许 私比受更为佛的道理 所以让我们在成道的时候 一位四月份即将开始的 幸福小组来祷告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每个人的信主 都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能够在为这个事工来祷告 也是参与到这个事工里面 传福音的事工里面 也是一个蒙福的人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主感谢赞美你 你把真理的道 活化在我们心中 介绍圣灵 让我们有个顺服的心 顺服你真道的心 我们因此能够成为神儿女 主啊当我们进入神的国 主你不断的介绍圣灵 来引领我们 帮助我们 在真道上面生根建造 生命不断的被根性改变 让我们成为一个 私比受更为有福的人 当我们传福音来讲解真道的时候 主真道本身也改变我们 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 亲爱亲近主 愿主这让我们 每一个成为一个私比受 更为有福的人 愿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 得到你最大的药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 荣耀救主耶稣基督 也许求主保守 我们这个周六 将要进行的心服小祖的 培训会 以及十月份要开始的 幸福小祖 死工 求你使用 愿你的名得到荣耀 愿更多的灵魂 能够因我们的 因着这个死工 能够进入神的恩典当中 祝我们这样的祷告 仰望祈求 侍奉救主 耶稣基督 得散的名 阿们